一大早上班族和学生才刚起床的时候 这里的厨房就开始忙碌了 从揉面、发小、烘焙到完成品 至少要经过四个小时 因为天然发酵的面包岂不得 就是我们绝对不添加人工相经的东西 因为自己都不吃了怎么卖给消费者 这样的想法其实是来自于 不会做面包的老板蔡友德 他以自己是消费者的心情 买自己也会喜欢可以安心吃下多的面包 而从这家店的名声典故 就可以看出 他的面包店可不只是贩卖面包的地方而已哦 麻辣是上天给人民的一个食物 它是真经里面的一个故事 但是我把它回到我们现实面 我们没有那么伟大 但是我们要把食物用神的精神来做给我们的大众来做这些享用 这不只是口号 眼前这罐还不断冒着气泡 好像有生命还在呼吸一样的一体 就是他们培养出来的葡萄酵母菌 让面包的严整性和蓬松感更好 也让面包带着葡萄香气 此外吸引人的 还有带有巧思的招牌商品 那我们的招牌的话 我们有全米豆浆 那里面有加一个紫米馅 一般面包只有加水 我们是没有加水的面包 我们是只有豆浆 蔡友德还强调 豆浆是太太每天亲自在家蒸煮 也摸蛋 她对品质相当有信心 而另外一项招牌 就是主厨的创意力作了 得益作品应该是塔香吧 就是用九层塔把它融入到面团里面 因为九层塔正常来讲 它就是遇到热 它应该就会变黑 然后我们一直改了一直改了 把它烂 因为它烤出来是有那种翠绿的感觉 为了让九层塔保有它的翠绿 主厨提高了面团的湿度 让面包吃起来软又蓬松 加上九层塔的肚腾香气 让吃过的人都回味再三 取代了一般葱花面包 这项成品成为店里的新台式创意招牌 因为这些年轻人的话 像师傅来讲 那从国中开始在学习这些面包 每天的环境就是一个密闭式的 他们有自己的舞台 把这个平台 这个舞台我把它建立起来 那我也鼓励我们这些年轻的师傅说 来 你只要敢去比赛 想要去把自己的等级升高的话 那我们这家店 金费全部赞助 蔡佑德不只提供店里的年轻团队 一个世界梦想的舞台 和店里的团队一同分享经营与利润 他还有更远大的梦想 这样的想法可以远远自他童年的回忆 因为小时候就是家里都是生意的 然后都是在外面 他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 他妈妈就是买了100块或50块 就说那你要自身玩地去买 然后就是去买一个大的波瓦面包 小时候的回忆并不是快乐的 资深从屏东上来台北打拼的时候 几乎是丛林开市 但他并不悲观 加入佛伦社 狮子会等社团后 他更积极地从帮助他人当中得到快乐 因为面包所谓我们米兰语讲的去蜜亚 它国语叫零食 就是说它不是主食 但是它可以填饱肚子 它有急需的时候 它可以让自己的饱足感做到油 刚好真的有需要的时候 我刚好给你 我就是一个回馈的一个心态 蔡佑德不仅推出爱心卷 提供给弱氏家庭 也带给年长者和附近学子 一些温暖外 还和学校合作 将整个面包店成为一个爱心服务站 让父母繁忙的孩子们 得到如同家的关心与温暖 个人的想法 是因为小朋友出生是没得选择 当然我们今天可以帮助他 有得选择的时候 这个部分我们很有荣幸 看到那个小朋友的开心 真的是天生无邪 我是快乐中的快乐 因为我的开心也分享给别人 就是一种满足与幸福的感觉 我们希望带给客人 与那些小朋友 就是有一种幸福美满的感觉 然后每天都是充满着饱足感 也可以发挥自己所长 不断尝试创新 让来店的客人 尝尝到新鲜的面包店 热情向客人介绍与说明 并在孩童来店时 能够带为照顾关心的店员们 蔡友德以正三重和卢州 这两家精致的面包店为据点 他说面包只是一个过程 也是一个开始 希望未来能影响更多人 以不同形式关怀这个世界 做练乱长 新鲜的火焙 新鲜的火焙 output